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 从怀疑到现在没有 鬼知道我这几年经历了什么 从开始欲求不满足 各种烦躁 情绪不稳定 调整心态 分散注意力一点点熬过来 熬过那段可怕的日子 好像戒掉毒瘾一般痛苦 但是 我熬过来了 无语无休过日子吧 毕竟我们有爱 毕竟我是嫁给爱情 我们正面聊这个话题 他说 人家也是这样 孩子都有了 就这样吧 我想着也许是这样吧 但是这期间我们是有关心的 除了没有性 我们还会沟通 后来孩子上幼儿园 我出来上班 收入稳定 工作相对轻松 不妨挨戴孩子 渐渐我们沟通少了 他上班时间忙 下班晚 回家就是电脑前玩游戏 每天如此渐渐零沟通了 我上班之后 他就没给我过钱 我都是自己养孩子 我没有怨言 毕竟我不上班 他也可以给我和孩子正常的需求 但是我好累 我需要精神上的慰藉 我想要一个可以和我一起带孩子的爱人 我需要关心 需要关爱 孩子也需要一个爸爸 现在显然爸爸是缺失的状态 每天我给孩子洗漱完上学上班 爸爸在睡觉 我们俩睡了 爸爸才下班 我想离婚 他不同意 他说就不离 再好十年 我就没离婚的念头了 还是那句话 家家都这样 凑合过吧 有部分男人看起来身体健康 在外面没有其他女人 也有着正常的性能力 但一样的会婚内无性 而且也不打算离婚 这类男人不是没有 我树洞里就有来信说过 自己的老公就是这样的男人 结婚开始两三年 有很规律的性生活 但是孩子出生后 彻底没性生活 而老公每天都是准时回家 只是睡书房 两人进入彻底无性的状态 而且他可以肯定的是 老公外面没有女人 如果有女人 他还理解 问题是他老公每天生活都很平静 很规律 就是无性 在大部分的人的印象里 男人好像天生喜欢性 在性上面往往会更开放 其实并不一定 有部分男人就对性 兴趣不大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越来越不需要性这东西 进入一种无性 也可以很好生活的状态 不仅是表面上的性冷淡 而是实际生活当中 也进入了性冷淡的状态 譬如专门研究性的弗洛伊德 它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弗洛伊德的性需求 30岁左右才开始有 而衰退的很早 大约40岁左右就没了 在41岁那年 弗洛伊德就写信和朋友说 连性兴奋 对我这等人都没用了 也就是说 研究性的人 反而是个对性丝毫没兴趣的人 那为什么对性本身没兴趣 才可以专门的做研究呢 这其实可以反映这部分男人的心理 性本身并不是他生活的必需内容 男人通过很多很多渠道 把性的能量分散出去 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后 随着性能力的下降 力比多减少 异性对他的吸引力自然下降 甚至直至没有 那男人一旦对性无需求 自然可以很好的 待在无性婚姻里 而且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婚姻形态 就像我书洞里的 来信那位的丈夫一样 他觉得女人的性需求 是一种无理取闹 觉得就这样 每日无性 在日常交流就可以把婚姻生活 很好地过下去了 但女性觉得很难将一段无性婚姻维系下去 因为觉醒的女性会正视自己的情欲的需求 这里就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男权思维 我们文化里天然地对女性情欲的忽视 因为在我们传统文化里 女性的情欲是一种被压抑和忽略的状态 女性是作为女儿 作为贤妻良母 作为贞洁代表 出现在文学作品里 而稍微想满足自己的身体的情欲 就会被贬损 为不守妇道和淫荡之类 古代那一道道贞洁牌坊 还存在无数人的头脑当中 永不消除 这个思维不仅是男性强加给女性 而且也是很多女性强加给女性 我数冬了有几千封邮件 80%的女性自己有了婚外情 或者婚外性 而不知所措 承受道德的压力来倾诉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是女性情欲的复苏 而道德和世俗观念 会让她们承受不一样的压力 还有对自身情欲的认识不够 很难真正去认识自己的身体需求 如果纯粹从情欲的角度 而不是感情的角度来说 我个人认为 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出轨才是 男女之间的身体扶苏是不同步的 比如女人现在35岁 男人38岁 两个人在婚姻里 男人可能对性的需求越来越低 因为身体开始在退化 也可能是年轻时没注意保养 也不锻炼身体 现在开始虚弱了 但是女性的情欲 却在33岁到48岁这些年 达到一个峰值 也就是这时候 会比年性的时候 更渴望性或者爱 那这种欲望复苏不同步的时候 如果需求很强烈 又不想压抑自己的女性 去寻求婚外的性或者感情 成了部分女性的选择 因为你总不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 失去所有性的乐趣 这个本身是不人道的 而很多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在婚姻里性其实是缺乏的 但是家庭的责任和婚姻的束缚 让很多女性不敢正视自己身体的欲望 这种欲望的复苏 中国男人普遍都不懂得如何尊重和爱护女性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女性就算想去寻找婚外的性或者婚外的感情 也不容易找到合适的 也就是说 你真想发展一个相对好的婚外对象 其实都不容易 要么太吃罗罗 要么太油腻 要么太无序 要么你觉得自己都连嫁等等 这些因素造成了很多女性的纠结 而有部分男性会利用女性的这种 可求和心理 不断地更换女性 俗称约炮男 因为他知道如何去打动女性的需求 在这场男女之间的博弈当中 一如既往 永不缺席 各类的情感故事 我真的见得太多太多了 而见多了之后 其实对很多很多人的情感状态 是理解的太多 但是真的有些男人特别的恶劣 我一般也都会劝他们离开 因为太恶劣了 就真的不值得 爱也好 性也好 至少得是一种 你比较树心的情况下发生的 你是安全的 不危险的 是觉得舒服的 不恶心的 要不很多 自己都觉得恶心 或者不安全的话 其实真的没必要 毕竟生命和生活 永远都大于爱 或者性本身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聆听 请把这篇文章 分享给身边人 让更多的人听到 我是阿豪 每篇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 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让我听到这篇文章 让我留意 我们下期订阅 再次我们下期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